请你来�订阅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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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发展 弘灵 怎么了 有人找你 谁找我啊 人在那儿呢 春生 在部队期间 萧春生和贺洪凌 克制地处理着对彼此的情感 严格遵守纪律 以发小和战友的身份相处 霍莲 怎么不说话呀 别动 站好 让我好好看看你 结实了 也黑了 不过真的像一个兵了 英姿萨爽 童林 你比以前更美了 就你嘴甜 我问你 来云南这么长时间了 为什么不来看我 我想啊 我做梦我都想 可你也知道的 新冰连有新冰连的纪律 好啦 好啦 我也是打新冰连过来的 霍莲 新冰连三个月的训练 基本已经结束了 国华这下午的 给我们放了两天假 就等待奔赴新的部队了 恭喜你 终于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军人了 行了 不说我了 说说你吧 你最近过得还好吗 挺好的 我们乐团恢复了一些古典音乐 和世界民曲的演出 整天排练挺忙的 那我 我不会耽误你吧 我们这会儿正排练呢 我这要不这样吧 你先回去排练 反正我晚上也不会走 我就住那军区招待所 等你排练完了我来接你 晚上请你在昆明 最好的饭馆吃饭 好啊 我们排练也快结束了 你等我会儿啊 行 你先去忙 好 来 黄霖 我可都看到了 什么呀 刚才外边那个 是不是你男朋友 不是啊 你别乱猜了 你放心 我绝对不会说出去的 他长得挺好看呀 你快跟我说嘛 你到底是不是在谈恋爱啊 就是我一朋友 他今年刚入伍 我去关心关心他 练琴吧 我没别的意思啊 我就是觉得 要真是你男朋友也挺好的 我还挺羡慕别人谈恋爱的 真不是啊 你别乱猜了 好好好 是我误会了 好 好 混联 我跟你说啊 这家七国鸡最正宗了 听说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 在昆明特别有名 来 你尝尝 小心烫啊 慢点 怎么样 真行 好喝 行 你喜欢就行 我再给你盛点 行 老板 该说的话我也说了 您倒给说话 不是 涛哥 这石头 是我搭上了 全部的身家性命 好不容易才得来的 您这偏要横刀夺爱 没道理啊 姓像呢 在昆明这地境 你涛哥我说的话 那就是理 再说了 我不白要你的呀 我知道你这石头 五千块钱拿过来的 我给你翻一倍 你不亏呀 翻一倍 涛哥 没错 我这石头是五千块钱 堵是堵来的 可是 我这一刀下去 且涨了 满脆 这 种水 色 都是上商品 且不说 我把这出成货 能值多少钱 就是当时在腾冲结涨了 有人给我出六倍数 我都没转手 您现在 给我一万块钱 这不是这么明抢吗 行 老板 别着急 别着急啊 我知道你这一大早 从腾冲到昆明 这肯定是饿了 咱边吃边聊好不好 别吃边聊 来 我给你倒上 来来 把酒倒上 来 程师生 你这些话 心里不都说了吗 你来回来去的说 你不累呀 是吗 都说过了 行 你再等我一下 我想要有什么心词没有 行了 快吃吧 吃完我还得回队里呢 我要是回去晚了 又得挨团长批评 自己好好照顾好自己吧 肖春生 段磊 你怎么在这儿啊 这不放假了吧 我过来看看朋友 回到战友了 你也回去吧 好 想着回去贴副给师傅上录像 啊 放心吧 嗯 你们慢慢聊 哎 先生 这位姑娘是谁啊 也不给我介绍一下 瞧 不好意思啊 哎 红莲 这位是我的战友段磊 云南本地的 段磊 这是我朋友贺红链 军区文工团 拉小离行的 哦 你好 你好 这春城每天熬夜写的信 就是给你写的吧 大概吧 什么叫大概啊 就是给你写的 别站着了 坐吧 来 坐吧 服务员 家福网筷 庆老板 这该吃的也吃的 该喝的也喝的 你到底怎么想的呀 大哥 大哥 我知道 您和您大哥 都是昆明有头有脸的惹目 我向南 根本惹不起 可我赌石赌了这么长时间 这全部的家当都在这儿呢 好不容易解除个大祸来 我这一家老小 就指望着这块石头发家致富呢 我 我真不能给您啊 姓孝 给你脸不要脸是吧 我们涛哥看着的东西 还没人敢说个不呢 你是不是活腻味了 你甭吓唬我 我向南也是总的闯鬼的人 涛哥 这 我没别的意思 这 不 不是不给您面子 我 我话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啊 这石头 您就是杀了我 我也不可能专给您 老板 别激动啊 别激动 生意不成情意在嘛 低头不见抬头见的 咱们都是老相识的 你不想 不勉强 哥 特哥 你 就 就 就这样了 那 那我 可以走了 随您的便 涛哥 多谢方兄弟一马 我 我 我这 今天这顿饭 我请了 兄弟们 吃好喝好 吃好喝好 我先走了 不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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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走了 好 涛哥 你就这么放他走了 是啊 哥 来 来 自早 滕东那边兄弟给他传信来 咱们在长途汽车站 蹲着姓像素蹲了半天 好不容易才蹲着 就这么放他跑了 对呀 涛哥 据滕东那边的兄弟说 那块石头要好好出户 少说也得上百万 是啊 这一马药成了 咱哥一个下半辈子 就不愁了 这不好机会 你就放 放 放手啊 放手 怎么可能啊 那姓像呢 他不是他自己想死啊 那咱们成全他 小心 赶紧回去马人去 务必在他到家之前 把他给我做了 您请好了 好 咱俩赶紧到后面跟着 昆明的天气真好 可恶嘛 咱北京这个时候 可是冬天啊 有时候真挺想北京的 这个时候 已经可以去施压海滑冰了 杜磊 也不知道吧 我和洪林 可是在冰城上认识的 是吗 老听你们北京的 北京的冬天多么多么的美 满天飘着雪花 还能去冰场上查冰 对啊 我是土生土长的云南人 我们这儿啊 没有冬天 也没有冰 滑冰好玩吗 当然好玩了 我跟你说 滑冰的感觉怎么形容呢 就是风驰电撤 非常的感觉 这样 等你下回去北京 有机会啊 我叫你滑冰去 那搞好 行 就这么定了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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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好 啊 好 好 我 我 你们想干吗 刑像 上天有劳你不走 地狱无门你硬要闯 你不想死吗 我成全你 来 出来 出来 别动 救命 救命 郑教授 教授 教授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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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授 教授命啊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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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他们 他们要杀我 干什么你们 解 解放军怎么办 不是 阿哥 解放军他什么东西 要 要不咱们撤啊 撤什么撤 这信向知道咱们要杀的 他都包了奖 到时候告咱们杀人面碎 咱们谁也跑不了 可是这 可是什么可是 三个当兵的 不知道咱们底细 咱们把那刑像让他杀了 东西抢过来 没人知道是谁干的 那 头哥 一会儿 这把几个当兵的 要是拦着怎么办 兄弟们 没得选了 拼了 你们解放 放下手中的武器 赶快去公安局自首 这是你们唯一的出路 老林 你带这两人赶紧走 去公安局报警 那你呢 你看这群人就我命之徒 明明是要人命来的 这边我们断练等着 你快去 我不走 哪有当兵的林郑脱逃的 这位同志 你快去报警 我们给你拦着 好好好 我 我 站住 杀 杀 杀 杠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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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 杠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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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我没事 你来你时候 我没事 杠雹 这 准雷 帮我流血 决定个新乡的 这儿吧 过来 这儿要死是吧 犹如你来啊 决定 快快 快快快快 快快快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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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快 站住 站住 跑 跑 我让你跑 撞住 撞住 不想 不想 你醒了 我这是怎么了 你昨天晚上吃血过多 被送进医院 对了 护士同志 那个叫 叫贺宏流的女兵 她怎么样了 她没什么事 只是受了点皮外伤 刚说完夜 这会儿在隔壁病房睡着呢 来 她没事就好 没事就好 今天早上公安局的人来了 看你睡着就没把你叫醒 这不把你那个叫段蕾的战友 交过去问话了 对了 她怎么样了 她伤得挺重的 断了根肋骨 还要挤出刀伤 不过都给处理好了 估计得养几天 小心点 小心点 来 别 让她睡会儿吧 没事 好 护士同志 要不你先去忙吧 我 我想留在这里陪她一会儿 好 谢谢啊 辛苦 洪林 你醒了 春生 来 慢点 洪林 怎么样 没事 我问你啊 你昨晚 为什么不跑啊 这个问题太蠢了 我换个问题 我是真没想到 真面对歹徒的匕首 你想都不想就冲上去了 我能不冲上去吗 难道眼看我心爱的人没命吗 疼吗 疼吗 洪林 谢谢你 蠢生 你冲过来护住我 被人打得头部重伤 在整个搏斗中 你一直挡在我身前 要说谢 也应该是我谢你啊 洪林 对儿 经过昨晚 我是真的觉得咱们两个人 再也分不开了 淳生 我希望你能一辈子 像这样护着我 我会的 好 淳生 我知道你现在心情不好 但我想告诉你的是 如果你没有及时出手 那个躺在地上的人就是你 洪桓 郭华来了 周川生 你怎么搞的 让洪林伤成这样 我说叶郭华 你一来不问青红皂白就打人 我告诉你也就是我了 是你的话洪林伤得更重信不信 你放屁 要是我在 洪林一根毫毛都不会有事了 疼不疼 洪林 谢谢 别碰了 一会儿待着去 快 好了 好了 你们兄弟怎么一见面就吵啊 谁还跟他吵啊 我是生他的气 没保护好你 害你伤成这样 真够无能的 你别瞎说过话 十几个歹徒手持凶器 要不是春生拼了命地护着我 我可能早就已经牺牲了 呸呸呸 这话不激烈 别乱说 我说的都是真的 你不知道当时情况有多凶险 要不是我们 那个现象的商人 早就已经没命了 你们的英雄事迹 我基本上都已经听说了 我就想问问 乔春生 你怎么想的 当时为什么不让洪林先走啊 你想当英雄就自己当呗 干吗拉着洪林一块 跟你干这么危险的事啊 来 洪林 看见没 我说什么来着 我就知道这个信业的小子 一来就要埋怨这事了 洪华 这事真不能怪春生 春生当时坚决让我去报警来着 是我自个儿不走的 我相信在那种情况下换了你 换了咱们这些兄弟任何一个人 都不会走的 更甭提我还是个军人 你怎么看 臭小子 伤得重不重 这敌人的刀枪棍棒 伤得了我身 伤不了我坚强的意志 倒是这兄弟的一拳 让我痛彻心扉 生心欲绝啊 拳你个头 还能跟我平嘴 一看就没事了 段磊呢 我听说他也跟你们一块儿 浴血分战来着 面对十几个歹徒半骨头没腿 真是条汉子 他在哪儿呢 伤得重不重 你别急 他伤得跟我差不多 他现在正在接受公安局的调查呢 那就好 不言中就行 不然我这个牌照 他不知道该怎么交代了 我给你们俩说一句心理话 这段磊是来自云南的本地兵 这刚开始啊 我是真的瞧不上的 你说他这个人吧 在新兵连就处处跟我较劲 压我一头 我是打心眼里不喜欢他这个人 可是没想到 昨晚在昆明 我们哥儿俩并肩作战 让我深刻地体会到了什么叫战友 打今儿起 我跟他就是出生入死的好兄弟了 还有我 春少 虽然不是在战场上 但是在昆明的午夜街头 但是在昆明的午夜街头 我们三个人结下的战友情 我们三个人结下的战友情 我贺鸿林永生不忘 没错 永生不忘 真好啊 战友 多深圣的词汇 只是可惜 可惜什么呀 可惜我不在呗 落了一大空 小深圣同志 整个情况我们已经调查清楚了 首先 我们代表昆明市公安局 向你表示深切的慰问 希望你早日养好伤 重返绝应 谢谢领导 再有 我要代表昆明市局 对你 段磊 和贺鸿林同志 勇斗歹徒 英勇无畏地行动 表达深深的敬意 和赞扬 市局 已经把情况通报 给你所在部队 要为你 段磊和贺鸿林同志 提出嘉奖 为你们请公 您太客气了 我又是作为一个解放军战士 在面对百姓生命财产 受到严重威胁的时候 就应该挺身而出 尽到一个军人 应尽的责任和义务 说得太好了 对了 领导 我想问一下 昨天那个为首的歹徒 那个为首的歹徒叫贾涛 他经常纠结一些社会上 闲散人员 七行罢式危害市民 他是一个有黑社会背景 无恶不作的恶霸 我们市局 早就开始注意他的动向了 这次他是为了抢一个 叫向南的昆明商人 在腾冲结掌的一块翡翠 那就是屠材害命 简直就是穷穷极恶 那 那他是不是已经死了 当场毙命 你也不用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放心吧 你也不用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你也不用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放心吧 放心吧 陈生 市局怎么定性的 正当防卫 百分之百的正当防卫 我跟你们说啊 那个新甲的歹徒 那根本就是私有余辜 春生 你只是做了你应该做的 千万不要有心理负担 春生 你要振作起来 你们说的我都明白 但那毕竟是 spring 红菱 你放心 我会自个儿调整的 对了 春生 你刚才不在 叶排长 跟红菱八年跟他们说的话 都跟我说了 我听了之后 不 也是心潮澎湃 我也是这么想的 打劲个气 咱俩 就是生死兄弟 一辈子的战友 一辈子的兄弟 对啊 李哥 市局的刑警队副队长 叫战军吧 我怎么觉得这个人 这么野熟啊 瞧你这记性 刚给我一个晚上就忘了 他不就是昨天在福昭楼 跟我吃饭那个人吗 对对对 他跟我是同乡 都是同充当地人 他是我爸一手带出来的徒弟 我这次回来 就是专程来看他的 我听说昨天晚上 有几个歹徒漏网了 是有一个叫田瓜子 趁烂逃走了 不过市局 正在权势范围里搜捕了 那那个叫向南的珠宝商人呢 他接受完调查之后 就应该已经回家了吧 对了 雷哥 我想问你个事 你说 那个叫贾涛的 带着一帮子的人追杀向南 就为了一块石头 石头 那可不是块普通的石头啊 那是块翡翠 翡翠我听说过 听说很值钱 当然值钱嘛 就向南那块翡翠啊 我还真去了解了一下 如果结好了的话 你跟蔡蔡能值多少钱 多少钱啊 是 最少值一百万 一块石头 值一百万 也难怪贾涛那帮人 敢铤而走险 甚至不惜杀人吧 是 湛君跟我说了 当时向南在滕通解这块石头的时候 他旁边就有人 给这个贾涛通风报信了 所以这贾涛啊 就在昆明堵住了向南 说是要拿一万块钱从他手里买 那这向南咋干了 这俩人当时就谈崩了 所以 这贾涛啊 才起了杀心啊 人为了钱不惜去杀人 这也太可怕了 展俊跟我说了 这个贾涛 还有一个亲哥哥叫贾辉 这人就是云南当地一个 非常大的黑社会组织的头目 神出鬼没的 他们围捕过他很多次 都让他闻声跑到境外躲起来了 这次他亲弟弟贾涛 在咱们手上折了 我估计这个贾涛 是不会轻易放过咱们的 展俊跟我说 让咱们自己多加小心 另外 他也派了警力 暗中保护向南他们一家 如果这个贾涛 采取什么报告警符 就把他抓捕回案 是负不是货 是货躲不过 邪不压正 让他来吧 我不怕他 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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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货哥别打 货哥 扰了我们 那个杀了我弟弟的解放军叫什么 货哥 当时这事出得太突然了 还有好多警察追我们 我 我当时光顾着跑了 我 我真不知道他叫什么货哥 马上派人去昆明 查 是 老伯 找个可靠的人 去给我弟弟收拾 那魏宝 要不要再减养 我就不见了 直接送到我们家做饭 买了吧 小弟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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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夫 萧生生跟段雷 都是保病 他们的伤对将来 会有影响吗 他们两个的伤身呢 现在恢复得很好 只要安心地静养一段时间呢 就可以出院了 将来啊 绝对不会影响他们成为一名 合格的军人 那就好 谢谢您啊 来 慧哥 晓涛 已经入土了 慧哥 查清了 那个解放军叫肖春生 北京大院子弟 刚当兵 时间不长 肖春生 他现在人在哪儿 在医院呢 他跟他另外一个朋友叫段磊的 他们俩都被涛哥砍伤了 住在昆明军区的部队医院里 听说还有个女病 对对对 有个女的 也查到了 也是北京来的 在部队文工团 拉小提琴 也在医院呢 那个叫向南的呢 向南回家了 我本来想先对他下手的 但是我发现向南他们家周围 到处都是便衣警察在埋伏 我就没敢动 跟市局那些人打架到这么些年 彼此都非常了解 他们知道我家伙一定会复仇的 有所防范 这也很正常 慧哥 那向南他们家有警察看着 那仨人还住在部队医院 咱咋动手啊 别着急 你给我盯住了 他们早晚有走出医院的那一天 你们现在就去道上放话 说我贾辉一定不会让这个姓孝的 活着离开昆明 是谁啊 吃饭呢 咯 战队 你怎么来了 吃饭了 吃过了 找你们俩了解点情况 不打扰你们吧 没没没 不打扰 正好我们也吃完了 来 霍连 打扰你们 您手慢点啊 没事 没事 来 你们聊 来来来 你们俩坐 来 来 坐 来 坐 来 坐 你们恢复得怎么样 还行 张军 你们现在过来 是不是有什么情况啊 这几天我们发现在向南家的附近 还有这个医院的附近 出现了一些很可疑的人 而且还有一些人在各种渠道 打听春生和你的情况 你看 我早就说了吧 这个贾辉啊 是不会轻易放过我们的 这贾辉已经在道上放出话了啊 说绝对不会让春生 活着离开昆明 这贾辉还挺狂 明智叫板是吧 行 我倒要看看 他怎么要我的命给他弟弟报仇 这次他亲弟弟死了 他肯定会大规模地报复 所以我们市局领导就命令我们 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 把贾辉及其通货一网打尽 所以我今天来就是想跟你们俩商量一下 看看有没有什么好办法 红灵 你怎么一个人在那散步啊 在屋里待着闷得慌出来透口气 你怎么又过来了 什么叫又吗 我这不是宽心你吗 给你拿了点毒品让你补补身子 伤得好得快点 我的伤都好得差不多了 这些留给春生他们的 有他们的份 走吧 咱们现在找春生去 等等 那个市局刑警队的战队长 正在和春生和磊哥聊事呢 你还是别去打扰他们了 在外面等会儿吧 那咱俩坐会儿吧 走 那照你这么说的话 只要我们俩待在医院 不出医院的大门 那这个贾辉 这也拿我们没什么办法 是这意思吗 嗯 目前来讲你们俩是安全的 正好用这段时间 你们俩就踏踏实实地 把这个伤养好 等你们出了这个医院的大门 就是咱们跟贾辉决战的开始 听您这么说 我都热血沸腾 有点迫不及待了 不是 我说春生 你们这人子弟的 怎么都这么好战啊 这你叫好战呀 这叫血血 我们父辈那一代人 可都是在星空血雨的战场上 拼杀出来的 我打小接受的教育 就是时刻准备着保家卫国 在战场上哪怕流行 最后一滴血 也在所不辞 说得好 春生 作为一名军人 作为一名军人 就是要有这样的血性 更豪气 郭华 你这三天两头往医院跑 不对领导部说你啊 我是金冰莲的牌长 我手底下两个兵受伤了 来医院照顾他们就是我的职责 有什么好说的 咱说了 你这伤一天不好 我这心一天就放不下 总惦记 让你费心了 这话说 咱俩谁认谁啊 市局领导决定 想让春生同志做诱饵 累子呢 你辅佐 有一个前提 我们一定会保证春生的安全 如果我们的人不够 我们会请求省厅来支援 我们已经在昆明支起了一张大网 只要他出现 他就跑不了 我觉得可以 只要这个蒋辉敢来 肯定是跑不了的 是 春生 你怎么想 我觉得吧 这个贾辉既然是个老江湖 而且跟你们市局打了多年的交道 那咱们想不到的 他一定也能想到 而且他公然在整个道上放话 要在昆明杀了我 那他就一定是做好了你们市局 要利用我引蛇出洞 将他们一网打尽的准备 你们觉得他也会来吗 春生你的意思是说 这个贾辉已经知道我们警方在暗中保护你了 在昆明也支起了一张大网 只要他一露面 他就再劫难逃 他怎么可能自投罗网 他又不傻 对不对 是啊 这贾辉又不是个傻子 不过说到这儿问题就又来了 如果这贾辉不出面的话 他怎么给他弟弟报仇啊 好 洪灵 有点晚了 我真的回不对了 这些东西你帮我拿给春生跟磊哥吧 嗯 行 那你不见春生一面了 那小子我总见都见烦了 见着你就够了 我走了 嗯 再见 行了 就送到这儿吧 我回去马上跟市局领导汇报你的计划 我觉得市局会接受你的建议 我也就瞎分析 那贾辉不一定是我这想法 你就别谦虚了 你刚才说的确实是非常有道理 说心里话 春生 你这个聪明才是不干刑警 真可惜了 其实你可以考虑考虑 将来拖累这事军装之后 来干警察呗 行了 打住个你 宣军 你可别打了春生的主意啊 这小子可是要把军装穿一辈子的 还是我磊哥了解我 春生 磊子 谢谢你们啊 不早了 你们赶紧回去休息 我先走了 你行 慢点啊 好好养 慢走啊 春生 红链 刚探完啊 这么晚了 你怎么在院子里啊 你们的叶排长来慰问你们了 我担心他打扰你们说话 就没让他进去 这不带了这么多东西 你说是要给你们补身子 算这小子还有良心 知道买东西来看我们 快拿着 厚陈的 来来来来来 走 回屋里分吃的去 走 慰哥 姓潇的还有姓段的那俩小子 明天就出院了 消息准确吗 准确 出院手续都办了 市局那边有什么动静 慰哥猜得没错 市局那边是刑警队战军带队 集合了大批的警力 埋伏在医院四周 一副天罗地网的样子 就等着您的露面 他们真把我假灰当傻子了 自投罗网 做梦去吧 老管 当勇 召集好兄弟们 按我的计划办 明白 好嘞 我的好弟弟放心吧 明天就是这姓潇的吉日 我绝不会让他活着 看见后天的太阳 欧雁儿 回去吧 春生 小心点 你也是